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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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一齊 見證i7的發佈 提到這輛車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太陌生 這輛車是我們BMW最新對大型豪華車的一種傳譯 亦都用了很多革命性的設計語言 和大量的最新科技的回習 這輛車不論從它的車身設計線條 大燈 內飾 儀錶板 中控台 後座的舒適度和後座娛樂 都帶來一個全新的理念和革新的設計 我希望大家可以今晚好好欣賞 這件有如藝術品 一如有精緻的一個汽車的產品 希望大家今晚也能夠愉快 過到愉快的晚上 Thank you 今天來到K17海旁 全新的BMW i7 旗艦的電動車 到了香港 手指 進去的後座 看看究竟是甚麼尿路 這輛車有電動開門的方式 停一停 接著打開 但如果有人在外面頂著門又怎樣呢 就來看一下 來這裡 它就不會開了 那就是一些安全感 感應器就在底下見到的 首先看一下這一個位置 看到嗎 也有一個螢幕在這裡 另外這裡有一個特別大的 超十六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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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架豪華享受 真的一流 這裡又有一些特別的按鈕 B柱也有冷氣風口 然後這裡又有 放下我背囊先 那這裡這個頭枕要拍一拍 一個特別舒服 靠在這裡 淘寶不知道買不買到 哈哈 淘寶買不買到這些 淘寶買到枕頭買不到 靠7 是真的幾舒服的 中間有個手枕 那詳細一些規格 就跟著 一會兒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主要看一下整輛車的外形 就是它的設備 其實這輛車就去年 北京車展就已經在內地 就已經展出過的 那這次就正式是香港推出的 那詳細的價錢那些 就稍後跟大家就發佈了 在這裏有一個按鈕 要過來才拍到 這個 跟著你縮後了 我再按 我按 它會關門的 好 你看著這扇門 好 來吧 我還是會不會 開啟 你為何以為 我會不會 開啟 你為何 會不會 開啟 我會不會 by bwd6 by bwd6